徐晓风被批在央视假唱 只因唱功打脸整个 徐晓风假唱的 快看看他完美无瑕的彩排现场 近日 徐晓风现身大湾区晚会 接连现唱三首歌 引成龙 吴京 李玉刚 开启追星模式 然而堪比CD的现场 却没人质疑徐晓风假唱 原因则是 掉链子的内鱼歌手不在少数 于是粉丝将问题 归鉴于音响设备 可电堂级歌手徐晓风 声音却没有一丝杂志 且话筒拿得很远 按这么说的话 热衷于拉麦的黄岐山也是假唱 难道那鱼假唱太多了 看不得比他们强的人 我想那些质疑徐晓风假唱的人 肯定没看过他彩排现场 拍嗓及拉麦 何来假唱之说 且徐晓风拿麦一向如此 63岁的他开轩眼 即便麦拉得很远 依旧很稳 唱得高兴了 徐晓风还会送上超远拉麦 震惊现场所有粉丝 作为港月活着的传奇 他与大魔王林子祥在台上打闹 丝毫都不影响唱功 所以不要拿流量歌手 去诋毁老艺术家作家 不得不提的是 作为香港首位拿到金针奖的女歌手 她是邓丽君前辈 曾被誉为亚洲歌后 1992年 徐晓风在红摊 连开43场演唱会 据说至今还未有人打破纪录 就连被称为歌神的张学友都没做到 某场演唱会 徐晓风请已成为影帝的周润发当嘉宾 可对方一上场就给他行了大礼 我猜我没去啊 不要这样了 我欧场 第二的全场观众 同样做过这种事的 还有天王刘德华 下轨感谢徐晓风的帮助 天后梅艳芳也在出道十周年演唱会上 感谢晓风姐 如果不是有这个歌呢 我真的不可以 在这时间改变我一生 原因她是靠翻唱风的季节成名 不仅仅如此 徐晓风还让央视春晚改规则 当时成名已久的她 收到春晚邀约 却没有档期只能婉拒 不甘心的导演只能派人远赴香港 将她唱歌的画面录下来 在春晚节目中播放 有如此高成就的她 又何必假唱砸自己口碑